这个80岁的老太太爱上了20岁的小伙 这把老头气的 心脏直接就不想跳了 没有了约束 老太太迅速闪现到了大街上 到处寻找真爱 看到了赶紧发送口头保护 否则她就会嫁给你 直到这天 她碰到了个神秘的女人 女人告诉她 要想找到真爱 就必须要烦老环童 为了得到秘书 老太太跟着女人 又闪现到了个诡异的房间 原来这是一种神奇的真农业 只要在里面泡上个24小时 就会立马重返18岁 老太太也不管有没有诅咒 就直接跳了进去 在女人猙獰的按压下 老太太真的变成了18岁 她高兴坏了 这下她终于可以找到真爱了 于是疯了似的跑到大街上 逢人就问 可就是找不到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转头就撞到了一个人 天呐 她正是照片里的男人 为了怕男人跑了 老太太直接就拉着她去买戒指 可老太太刚选好戒指 男人的胸口就一阵剧痛 原来为了满足老太太的心愿 老头找到了那个神秘女人 让自己必须要重返年轻 可代价就是要付出十年的寿命 老头想都没想就跳了进去 只为了再娶女孩一次 但事实上 老太太也获了绝症 并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只记得老头年轻的样子 老头为了满足老太太的愿望 付出了十年的代价 就只为了这一刻 因为四十年前老头只是用了一枚可乐的拉手 就娶了女孩 这次要用钻戒再表白一次 若爱有来生 我还想遇见你 小女孩来宠物店里挑宠物 却看上了这里曾经吃过两万人的小鱼 每到一身人静 她就会跳出来把人吃掉 小女孩并不知道 还高兴的把她带回了家 看见鱼缸里的城堡没有放好 小女孩还想伸手把她扶正 此时饥饿的小鱼已经露出了胸光 但意外的是 她并没有下口 从此小女孩走到哪里都带着小鱼 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 因为小女孩曾经有个心爱的宠物蚂蚁 被两个坏小孩破坏了 她很伤心 还请求了爸爸好久 才答应带她去买新的宠物 所以小女孩倍加珍惜 小女孩每天都会为小鱼 试上最美味的食物 但小鱼就是不停的摇头 直到这天 爸爸在鱼缸旁切明蒙 不小心切到了手 小鱼顿时眼前一亮 爸爸着急的去找工具擦拭 可一转头就一脸懵逼 雪凿已经被吃干抹净 此时爸爸还不知道 这小小鱼有多危险 然而几滴雪已经满足不了小鱼 她开始寻找目标 因为她饿坏了 恰巧一只小猫咪发现了她 她跳上桌子 饥渴的闻着鱼腥味 刚想用爪子去抓 突然 小鱼终于吃饱了 从此她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这天小女孩在画画 那两个坏小孩又来欺负她 小女孩拼命的想保护小鱼 可男孩的力气太大了 小女孩被其中一个男孩死死的抓住 而另一个小男孩 竟然又想顾忌重施 破坏小女孩的宠物 突然 另一个小男孩被吓坏了 拼命的逃跑 但小女孩却没有害怕 再次捧回了鱼缸 这次爸爸终于知道了一切 为了小女孩的安全 爸爸把小鱼五花大绑起来 并将小鱼送回了鱼店 小女孩失望透了 可一转头 她就又激动了起来 因为她又看上了一条小鳄鱼 这是一个无人敢招惹的泰坦 因为她曾经吞掉过三百万人 她十分藐视弱小的人类 成群的军队攻击她 她只需要一脚就能把他们踢得稀巴烂 但也因为这一脚弹上了事 因为被她踢走的武器 恰巧炸到了哥斯拉的身上 这对桀骜不驯的哥斯拉 简直就是乌鲁 因为从来都是她欺负别人 于是瞬间暴怒 还发起了进攻 结果泰坦更是狡猾 一个闪现就躲了过去 随后又一个剑步 跳到了哥斯拉的跟前 一拳将哥斯拉打懵 随后拽起哥斯拉 又来了个过肩摔 哥斯拉被打得脑袋嗡嗡的 根本动弹不得 金刚剑撞十分开心 还激动的跑过去打气 但哥斯拉最终也没能站起来 她失败了 因为这一战 哥斯拉彻底名誉扫地 还留下了后遗症 越变越小 但她不服气 她试图欺负下人类小孩 来挽回颜面 万万没想到 这次更惨了 小男孩捡起苍蝇拍 就是一顿网拍 还会百发百中的飞盘 将哥斯拉打倒在地 小男孩迅速爬了上去 狠狠地咬住了她 哥斯拉怒了 她再次起身 对着小男孩 发起了致命一击 却被小男孩用盾牌挡住 还意外砸到了书棍下 这还没完 更惨的是 她又一次变小了 被小男孩丢到了窗外 此时 哥斯拉已经变得和蚂蚁一样大 这也太惨了吧 她想和蝴蝶打个招呼 蝴蝶都不理她 没办法 她只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当着恢复元气 突然 一只大脚杂像 是个人类 好家伙 以前是自己欺负人类 现在就算被踩在脚下 也不敢出声了 更可怜的是 她还在继续缩小 变得比蚂蚁还小 最后居然比最小的细菌还小 但她还是不知道收敛 她看见了一只弱小的水熊虫 为了出气 哥斯拉一脚将它踢飞 但万万没想到 她的妈妈就在她的身后 所以千万不要欺负弱小 要知道 永远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是我见过最呢的男人 枪法极准 三枪必要人命 如果敢用枪指着她 那就啪啪啪 就算是神仙 也要让她落地成河 今天她的目标 是个法外狂徒 于是就来到一家酒吧 每次杀人前 还必须要留下灰尘残影 男人上前就跟老板 要了一杯酒 老板却说这里不卖酒 男人说你别闹 我要等人 你这里不都在喝酒吗 老板却说 他们都是些狂暴的不法之徒 你赶快逃跑吧 男人一听就不高兴了 要说狂暴 这一屋子的人都没有我狂暴 你信不信 这是一个身上 杯满炸弹的大胡子 不乐意了 站起身就亮出了自己的M4 结果下一秒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大胡子瞬间倒地 结果酒吧里所有的牛仔 都掏出了枪 男人更是啪啪啪 全部撂倒 回头看了一眼酒吧老板 原来他的目标正是他 临走时 还有一个没死透的 男人还帮他打开了门 他叫大壮 是西部第一身枪手 接纳他的悬赏令 就高达十亿 全西部的人都想要他的命 但他却弹着吉他 哼着小曲 走到哪里都不害怕 任务完成后 他又来到一个小镇 怎么也要长杯酒 庆祝一下 但在这里却遇到了对手 他是西部第一身枪手 凡十三枪必要人命 这天他来到一个酒吧 但这个酒吧却不允许带武器 于是大壮卸下了腰上的手枪 还自觉地把鞋上的迷你枪 也交了出来 刚好堵桌上的一个男人起身 大壮正好不位 拿起牌一看 我的天 没有比这个更烂的牌了 怪不得那人走了 大壮想弃牌 可对面的卷毛不高兴了 还威胁他 看了牌你就得玩 大壮说这牌也不是我抓的 你还要逼我不成 卷毛一听 立马亮出了自己的手枪 好家伙 武器不都上交吗 你这家伙不讲武德 一旁的观众都被吓完了 卷毛警告大壮 不玩也得玩 说完就拿出了自己的M4 可下一秒 啪啪啪 三枪 卷毛就被绷成了焦炭 为了缓解尴尬 大壮还跳起了热舞 唱起了自己最爱的小情歌 此时他就是酒吧里最靓的仔 冷漠的人群好像忘记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 这时一个大傻子 拦住了大壮的路 他要为哥哥报仇 还威胁大壮 带好你的武器 我要和你决斗 你过来啊 这个男人是个变态杀手 一个傻叉却想找他决斗 因为他要为哥哥报仇 可下一秒 男人还没准备好 就被削掉了手指 他还没反应过来 五个手指就都没了 眼看右手变成了五股击爪 他强忍着剧动 急忙用左手去掏枪 大壮却不慌不忙地背过身去 拿出自己的小镜子 找好位置 一枪致命 正当他为自己的枪法傲娇时 远处传来了低声 那旋律比自己的吉他好一万倍 原来是个黑朋友仔 上来就问 听说你是第一神枪手 我找你好几条街了 我们决斗吧 傲娇的大壮还没摆好姿势 就突然 完了 他赶紧拿下帽子 前面有洞 后面还有雪 这不BBQ了吗 拿小镜子一看 真是防不胜防啊 黑袍牛仔回头就给了他一脚 随后大壮的尸体 就被人清理掉了 小镇上没有人会记得 他来过 看来 不低调只能自食恶果 只有低调 才是最牛逼的炫耀 从此 西部第一神枪手 就变成了黑袍牛仔 他也带着他的传说 离开了小镇 这可真要命 低头快被咳死的犀牛 正在拼命的舔水 却被犀牛脚死死的卡住 即可让他变得十分暴躁 他直接撞飞了石头 可水却自己漏了下去 他都快被咳死了 于是他更加疯狂 硬是刨出了一道沟 可水好像在和他作对 竟疯狂的跑了 犀牛也是拼了 死命的追 好不容易绕到前面 摆好万无一失的姿势 那水居然会拐弯 硬生生的就不让犀牛喝到自己 可他嘀咕了犀牛 毕竟这是唯一的水源 喝到他才能救命 犀牛更是拼命的追 还跳下了阶梯 找好水流的方向 守株带兔 可等了半天 也没有一点动静 犀牛爬上去一看 水竟然掉进了洞里 他着急的观察水的位置 突然他发现 一旁有个窜帘的洞 于是他拼命的吹 果然水被喷了出来 可一吨重的他 还没等他舔上一口 水又掉进了洞里 犀牛崩溃了 恶龙咆哮般的 开始拼命的跑 就在他挖不动时 却又看见了水 于是他捡起一个木棍 拼命的吸 就在马上叫到嘴里的时候 突然就打了他喷嚏 又将水喷了出去 眼看到嘴的鸭子飞了 犀牛气坏了 幸好水掉到了树叶上 犀牛只能强壮镇定 确速摆好姿势 可水就是不买账 一转弯又钻进了洞里 犀牛几乎要崩溃了 突然他发现 洞的下面居然是弓的 于是他着急的跳到 地势第一个地方 拼命的打洞 可就是怎么都找不到 水的正确位置 犀牛彻底崩溃 越发狂躁起来 这像不像大游戏输了 疯狂垂大腿的你 就在犀牛马上用筋疲力尽时 他居然发现了一大片水源 这下他高兴坏了 终于不再需要那一小坨水了 可突然 这么可爱的老奶奶 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被锁命的白无常盯上了 他找到老奶奶并告诉他 沙漏里的沙子 就是他最后的时间 只要漏完 他的羊兽就近了 老奶奶大惊失色 赶紧请求白无常 多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 自己还有个重要的事必须要做 白无常立马摇摇头 这时突然老奶奶就打了个喷嚏 将白无常吹飞 他也因此趁机逃跑 白无常马上也追了上去 还被老奶奶夹在了门后 随后老奶奶跳下管道 白无常也紧随其后 可万万没想到 他那条管道居然有陷阱 老奶奶又趁机逃跑 他一定要再等15分钟 这次他躲进了一位老爷爷家 老爷爷正想飞往天堂 被吓到的老奶奶赶快逃跑 这时白无常又闯了进来 被再次打扰的老爷爷彻底怒了 将白无常一脚踢飞 这时老奶奶又躲进了理发店里 店里有个单身38年美丽动人的如花 白无常小心翼翼的走进去 可还是被如花发现 还一把抓住了白无常 这一腿长毛不知是男是女的如花 还甩起了小皮鞭 白无常瞬间就被抽成了血 老奶奶又一次趁机逃跑 高兴的跑回了家 他焦急的看了眼时间 奶奶要等的人也快到了 突然白无常又一次推开了门 顶着个红唇印被气坏了 这时老奶奶集中生智 拉着白无常就跳起了舞 眼看沙漏里的沙子就要露霉了 一块石头却卡在了那里 似乎也在给老奶奶时间 很快1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突然门铃就响了 老奶奶打开门 激动的接起了快递 疯了一样的拆快递 里面居然是一副假牙 他着急的戴上假牙 随后又把自己一强的笑容整理好 奶奶好像没有了遗憾 他安静的挂好衣服 脱下鞋子 跳上了舒服的床 轻轻用力的敲下石头 奶奶深吸一口气 他终于安静了下来 奶奶一生都是快乐的 哪怕生活一地鸡毛 他也积极乐观 所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也要笑着离开 这毛毛虫是个顶级卖鞋专家 为了能给自己买套房 他每天必须要卖掉一百双鞋子 今天的第一位顾客 是个明星甲克虫 毛毛虫高价为他搭配了一双黑色皮鞋 简直和他量身定做一样 甲克虫小姐非常满意 于是毛毛虫继续寻找目标 又遇见了一只黑色蜘蛛 毛毛虫瞬间为他搭配了 和他同款颜色的毛毛鞋 这也太好看了吧 蜘蛛小姐也高兴坏了 连忙道歉 但毛毛虫一刻也不敢耽误 一位天黑之前必须卖够一百双 于是他走着走着又遇见了蝗虫 毛毛虫一看 立马为他搭配了一双红鞋尔克运动鞋 这下蝗虫的弹跳更柔韧了 接下来他又来到了一片空地 还遇见了甲克虫 一看有十九只脚 毛毛虫顿时来了劲 使劲推销 最后成功卖出了十九只鞋 甲克虫也是十分满意 毛毛虫高兴坏了 今天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 但万万没想到 后面的鞋这么难卖 这次他遇见的是蚯蚓 它们根本没有脚 还以为毛毛虫是怪物 毛毛虫都没敢停留 就继续前进 刚好他遇见了蜗牛 但蜗牛只需要一只鞋 那另一只鞋该怎么办 无奈毛毛虫还要继续寻找 但找了很久都没有卖掉 他失望透了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只会蹦跳的七星瓢虫 了解完情况后 七星瓢虫决定帮助毛毛虫 他买下了那只鞋 当做自己的潮雪 他叫来了小伙伴 一起开party 而毛毛虫也终于攒够了钱 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窝 不久后 从毛毛虫的小窝里 钻出了一只极美的蝴蝶 原来毛毛虫一直在努力 只为破茧成蝶 这则故事你学到了什么